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的頻道 我是YYY 我是肥仔輝 YYY 上次我們就說到 其實很多年來的單身女士有能力 他們會自己做Saving Plan 但我又留意到其實 單身女士 我想YYY你也看到的 其實他們通常性 就做一些Guarantee的Saving Plan 比較多一點 而 rather than做一些很aggressive 基金投資 買股票 炒物 即是波幅會大一點的 我們就不是那麼prefer 那你又怎樣看 我自己呢 我自己說真的 YYY我很購買一些很穩慎 有Guarantee成份的儲蓄 因為我自己覺得 很辛苦賺錢回來 剩下的錢已經難了 還要我剩下的錢 我希望賺大它 但我希望有多一點安全感 最重要是穩固 知道它一定會變大 不會變小 我不會剩下的錢 因為我會很擔憂 我會不想這樣 而我身邊很多單身貴族 也有能力找到多些收入 高收入給別人 其實那群女士 都喜歡一些Guarantee的東西 而反而我覺得 男人士 譬如皮仔輝 你的客戶 或者你自己 都會喜歡一些 可能aggressive一點 或者Return會高一點的東西 其實真的有 因為男人和女人的生活 有時真的很好 男人我要賺錢 但除了賺錢之外 一定會有一個心態 我想證明我的能力 我的眼光 會不會去到那裡 越年輕的人就越有這個心態 現在年紀大了就可能 即是薄一點 你覺得是薄一點的 對 穩固一點 只要有就行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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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問我 因為我女士的客戶 真的很多 男生也很多 其實他們真的要安全 當然你問 是否我們男人 不能給他安全感 所以他在那裡找到安全感 對… 你又不知道是吧 尤其我覺得 可能女士到40歲左右 已經有一個資產在 其實他不會想 那個資產變小了 他是想他永遠保存了這個資產 例如500萬就500萬 700萬就700萬 只會令到他變大 不要令到他變小 例如你說很多時 我的客戶或者我的好朋友 他們也都不介意 用10萬元來開支付款 即是開支付戶口 我經常說 你給5年 就已經可能 Premium term是5年而已 你也是50萬而已 你設定了他 你就會讓他變大 將來你10年後 20年後 你才去用這塊錢 他們覺得很好 他們覺得挺好 又不用想 又不用煩 又穩固 又保證 所以這個可能就是 現在單身女士 要找一個安全感 那今天就講到這裡 下次再跟大家聊 謝謝 拜拜